这里就是纽约的高线公园 这里可以惬意在这坐着 里边在这坐着 看着周围的大楼 看着像是交通 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惬意的 嗨 下午好 我是阿聪 这里是美国的纽约 然后我现在在的地方 是曼哈顿的一个叫做高线公园的地方 就是我后面的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废弃高架铁路 弄成的一个公园 它原来就是用来运输 从这个区域到另外一个区域的 这样一个货物的一个高架公园 然后它一度经历的要废弃的状态 后来人们把它改成了一个公园 就是穿梭在城市高楼之间的这样一个公园 我本人其实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我也在本期的视频当中来分享 我在这里的一些发现 这个地方是高线公园的起点 先来看一下公园外面的情况 戴口罩 然后如果你病了的话 在家里待着 你要是可操的话 你要捂着 不要摸你的脸 那边还有一个地图 这个地方就是高线公园是7点 它是有还是挺远的距离 这是这个开放时间 平时的话是 早上7点到晚上9点 周末的话 早上9点到晚上9点 刚进来的时候 又能看到这样的地图 我刚查了一下大概是从豆豆到尾 大概要30分钟的时间 刚上来之后呢 那边有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呢 就是这个步行道 行程大家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曾经的这个铁路轨道 这边是不让往里踏的 就是不让往里踏的 还是被看到的 但是你把它搅养了 我看起来的 到那个铁路上 就在那个铁路上 看起来的 你怎么可能 看起来也挺好的 但是这里在这边 我看起来的 就是这个铁路上 我看起来的 就是这边 我看起来的 就是这个铁路上 我看起来的 你怎么可能 我看起来的 就是这个铁路上 我看起来的 它是建在这样一个高架上 好像是高架上往下 就能看到城市里的景观 那边是哈德县河 哈德县河对岸是金德西 上面一点是一个餐区 现在在这个地方应该是高线公团当中 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地方 就是可以惬意在这儿坐着 底边在这儿坐着看着周围的大楼 看着上面的交通 这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惬意的 这就是有别的高线公团 现在大概是走到高线公团的中间位置 它中间很多的部分 其实都可以从下面走 然后走上来 像这边这个阶梯 它下面就是很多的地方 都是可以直接送上来的 就整条的高线公团的下面 很多的位置都是可以直接送上来的 好 反正这里就像这个超市之间 搞的一件 就是同名 旁边是办公楼里办公的人 他们呢 办公之后 中午就可以走到这边来坐一下 试验东西 然后就是上班 反正这都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情 好 那这里也吸引着各地来的游客 走到这边 大家已经走到高线公团的尽头 如果你也来到纽约的话 从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出关 然后前往高线公团 它们其实都是连着的 如果你来到纽约的话 高线公团是一个可以来看一看的地方 我是阿通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 在屏幕的下方点赞或者转发 将人对它最大的认可 如果你对我过往80个的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 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目前我依然在 环绕地球第二周的过程当中 你们的关注也是 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